好另外再看到花蓮县政府从2021年开始提供免费带状泡疹疫苗接种的服务 今年同样延续提供了3000剂来做接种 14号举办了记者会宣布即日起开打 只要涉及花蓮县50岁以上低收、中低收 或者是65岁以上有慢性疾病的长者就可以免费来接种 水痘病毒第一次发病成为水痘 康复后病毒会潜伏于体内神经节 当抵抗力低时水痘病毒就会再度复发 引起带状泡疹俗称皮蛇 目前无功被接种 花蓮县府自2021年开始提供免费疫苗接种服务 今年同样延续提供3000剂做接种 即日起花蓮13厢镇市卫生所皆可施打 带状泡疹的人他会典型的重要是皮肤会有水泡 会有神经痛 人际一业大的话他们症状会变严重 所以我们老年人有机会 如果要尽量要党就好 这样的话大家就比较不会长大状泡疹 就是不要有急性的毛病 比如说感冒发沙症就先不要党了 从前年开始 所以今年是第三年 全国各县市都没有做 只有花蓮县做 把握机会在13厢镇的这个卫生所可以来预约 先来预约然后来注射 而花只要是花蓮县的乡亲 符合资格也可以跨乡镇没有关系 也可以跨乡镇 比方说你的呼吸在地 可是你是跟儿女住在花蓮市 你也可以预约花蓮市的卫生所 所以要的就是告诉大家 告诉大家 赶快把握这期间符合资格 赶快来注射 花蓮卫生局提醒 疫苗保护可长达10年 免费施打对象为涉及花蓮 未接种过公费带状泡疹疫苗 50岁以上中低低收获65岁 原住民55岁以上慢性疾病长者才能接种 试打当天携带健保卡身份证及相关证明文件 接着讲汪焰华医师报导